没有了卡扎菲,利比亚的人民还会幸福吗? 从国泰民安到家破人亡,利比亚是如何一步一步让自己支离破碎的? 这期视频就有回应来带你一起看一下卡扎菲死后的利比亚 这是卡扎菲在任期间的利比亚 那个时候,人民生活富足,一点也不像现在一样担心挨饿 上台之后的卡扎菲立马就对利比亚大刀阔斧展开了一系列改革 甚至让利比亚一跃成为了非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他先利用从西方手中夺回来的石油资源创造财富 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后来又提高了利比亚国内的基础设施 他把利比亚的一些大城市的建筑打造了非常前卫 让整个城市看起来焕然一新 然后就是帮助人民解决生活难题 首先,卡扎菲贯彻的一个理念就是免费 他直接让国内的医疗全部免费 甚至国内治不好病的可以出资让你去国外治疗 就连水费和电费这些都不需要自己掏钱 甚至连房屋都是国家免费发放的 可以说,当时的利比亚的人民都是小康水平 其次,卡扎菲在对待婚育方面也是给了极大的支持 如果有一对男女结为夫妻 卡扎菲直接送五万美金当做贺金 在之后还有孩子的话 另外再奖励该家庭五千万美金当做红贴 卡扎菲想以这样的方式来鼓励人们生育孩子 以此来达到增长人口的目的 舒适让人羡慕了 生活中卡扎菲还会给人们许多补贴 例如人们想要买一辆车 卡扎菲直接赞助你一半的资金 相当于整辆汽车的价格就直接给你打了五折 对于一些国内的失业青年 国家每个月都会按最低工资的标准来给你发放工作补贴 直到你能找到工作为止 如果学生出国留学 学费不但是政府买单 而且每个月政府都会给留学生两千美金作为补贴 除了这些 卡扎菲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 改变了女性在利比亚的地位 卡扎菲执政前 女性只能在家里做一些劳苦活 甚至连出门都不被允许 而自从卡扎菲上台之后 她根本不顾宗教信仰 直接在利比亚发起了妇女运动 让女性在社会的地位越来越高 而且废除了一些针对女性的政策 并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 整个利比亚的生活质量达到了鼎盛 没有了卡扎菲 利比亚的人民还会幸福吗 从国泰民安到家破人亡 利比亚是如何一步一步让自己支离破碎的 人啊 总是吃饱了想做点事情 卡扎菲领导下的利比亚并不符合当地宗教的生活方式 时间久了就引起了国内伊斯兰教的不满 再加上卡扎菲是坚决反美的一方诸侯 曾与美军数次兵戎相见 甚至在联合国上公然抨击美国 美国可是对他恨得牙痒痒 两者加起来的火焰慢慢就烧到了卡扎菲的头上 2011年开始 利比亚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看到这里美国可是找到了机会 便开始见风插针 向利比亚的反对派资助各种武器 协助他们反抗卡扎菲的统治 嘴上还说着卡扎菲下台之后 利比亚的生活就更幸福的话 随后在英美法的攻击下 整个利比亚变得满目疮痍 一点也没有幸福的气息 2011年10月20日 卡扎菲被反对派用枪打穿了身体和脑袋 一带萧雄就此落幕 但卡扎菲的死亡却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幸福 卡扎菲政权被推翻之后 每个人都想着战山为王 随后就爆发了内战 在一生生的枪炮声下 利比亚这个国家经济实力 可以说是倒退了几十年 现在的利比亚人 别说恢复以前的辉煌了 就是能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曾经被卡扎菲夺回来的石油资源 再次被西方国家给洗劫一空 要知道当初卡扎菲就是靠着石油资源来提高国内的经济 如果利比亚不能把石油资源夺回来 那么利比亚的生活将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而且卡扎菲政府之前所有的补贴政策也随着卡扎菲消散而去 甚至现在的利比亚有80%的人手中是没有存款的 连活下去都已经成为了最基本的要求 从2011年到2022年 这11年的时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可能连利比亚人民都不会想到 11年前的生活是他们现在所遥不可及的梦 虽然利比亚人民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自由 但也已经病入膏肓了 从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 可能也只有卡扎菲才能做到 1942年 卡扎菲出生在了利比亚的一个传统家庭 家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富裕 但为了能让卡扎菲长大之后出人头地 便全家资助他去上学 而卡扎菲从小就表现出了领导范 好像就是天生的领导人 他善于与同学们打交道 还经常会发表自己的观点 长大之后的卡扎菲便来到了班加西读大学 当时整个非洲的解肢运动风起云涌 有些国家纷纷宣布了独立 这也让卡扎菲深受一些影响 1966年 卡扎菲考上了英国皇家军事学院 这也为他之后的军事能力打好了基础 回国之后 卡扎菲便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1969年 27岁的卡扎菲便率头发起了九月革命 当时他身边只有区区六百人 对于几千的首都部队来说 简直是不堪一击 但谁也没想到 这些部队几乎是缴械投降 卡扎菲的组织甚至只死了一个人 就这样 卡扎菲轻松的成为了新一任的国家元首 虽然这件事也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 但真实情况还是有待考证的 卡扎菲一上台之后国内的人民并不相信这个27岁的小伙子能带领国家做出什么样的成绩 但谁也没想到卡扎菲会将利比亚带向了辉煌 他先是利用石油资源来发展国内的经济改变了利比亚的经济体系 国内的经济甚至都快要摸到了发达国家的门槛凭借着石油资源带来的经济 再加上国内人口数量少 卡扎菲就开始为人民所着想 开始奉行免费的政策 让医疗水电和住房等等都变成了免费 相当于就是国家在养你 但这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 在之后卡扎菲触动了西方国家的利益 惹来了西方国家的怒火 再加上国内反动派的抗议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卡扎菲也顶不住这种情况 最终导致了枭雄的落幕 随后我们都知道了卡扎菲死亡之后 利比亚的日子一日不如一日 推翻卡扎菲统治后的生活 可能只有利比亚人民最清楚 那么你觉得卡扎菲是一个怎样的人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